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杨子新一组照片备受争议,粉丝们反映如何? 2023年6月9日,杨子一位已出色的演技和美貌而闻名的艺术家发布了他的新照片集。 然而,不幸的是,这组照片收到了网友们的负面评价,令杨子的粉丝们感到愤怒和失望。 在照片发布后不久,一些人开始评论拍摄角度不好和照片选择不合理。 他们认为这个新的图片系列没有凸显出杨子的美丽,无法与他之前发布的照片相比较。 尤其是那些一直热爱和支持杨子的粉丝们对这些严厉的批评感到愤怒。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向女演员送去了激励和同情之情,强调拍摄角度和技术因素无法确定一个艺术家的真正价值。 一些粉丝也同意,在艺术领域,并不是每件作品都能吸引公众的喜爱和兴趣。 他们希望杨子不会过多受到这些负面意见的影响,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 事实上,舆论总是存在不同的观点,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并不总是一致的。 尽管负面反馈可能会对杨子的精神和自尊心造成伤害,但重要的是他能够评估和倾听忠实的粉丝们的意见,这些人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支持和陪伴着他。 凭借着激情和决心,杨子可以将这些负面反馈视为自我改进和发展的动力。 他可以倾听来自粉丝和业内专家的建议,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改进拍摄角度,表演风格或任何可以改进的方面。 同时,杨子也硬记住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公众的评价并不是衡量一个艺术家价值的唯一标准。 更重要的是他要相信自己和支持他的人的信任。 在艺术之旅中,遭遇失败和批评是无法避免的。 重要的是,杨子不要灰心,继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探索和展现自己。 负面反馈可能是他发现新思路,尝试不同风格和发展创造力的机会。 最后,最重要的是,杨子要记住,一些人的负面评价并不能准确衡量他的真正价值。 真诚的粉丝和爱他的人将始终支持并与他共同走过艺术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